儿童经典诵读 由北京育龄童儿童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联合制作 孙子兵法 纪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武士 教之以祭而所其情 一曰道 二曰天 三曰地 四曰教 五曰法 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也 可与之死 可与之生而不畏微也 天者 阴阳 寒暑 实质也 地者 高下 远近 显异 广辖 死生也 降者 智 信 人 勇 言也 法者 屈致 官道 主用也 凡此无者 降莫不闻 知之者胜 不知者不胜 故 故教之以祭而所其情 约 主 主属有道 降属有能 天地属德 法令属行 兵重属强 士族属恋 赏罚属名 无以此之胜负义 将听无忌 用之必胜 留止 将不听无忌 用之必败 去止 既立以听 乃为之事 以左其万 士者 因立而治权也 兵者 鬼道也 故 能而视之 不能 用而视之 不用 静而视之远 远而视之近 立而幼之 乱而取之 时而背之 强而避之 怒而挠之 悲而交之 义而劳之 轻而离之 恭其无悖 出其不义 此兵家之胜 不可先传也 辅为战 而妙算胜者 得算多也 为战而妙算不胜者 得算少也 多算胜 少算不胜 而旷于 无算乎 无以此观之 胜负现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